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陰道神童最新語言 待會 有很多報紙 現在來了 說他久憂復出 是甚麼? 他放了草嗎? 搞甚麼? Mesh就說 接下來 2022 雖然說還有幾個月 他現在呼籲大家 小心,因為每一個年 他又說 世界裏有周期的 所有事情都是循環的 來來會會 來來合合 山山醉醉 更加他有預言 接下來這個地球 會出現一個革命 黑綠色革命 黑得我以為是廁所革命 不是啊,是黑綠色 甚麼是黑綠色 是甚麼來的 說一塊塊的 印度神童這麼久沒見 黑綠色 我就想一些屍有問題 是呀 即是在吃的那些植物 蔬菜多 又會有一個膽汁 是綠色的 是呀 我們看看究竟 接下來地球 會發生甚麼 也有甚麼可以幫到大家 厲害了 還有 韓國有兩宗大事 第一宗大韓客機 在這個縮武降落 整部機炒出跑道 好恐怖 有沒有死人 好運氣 真的不嚴重 都被散了 好恐怖 究竟有沒有人死 好運氣 沒有人死 因為他連續三次想降落 但降落不了 其實之前我都說過 只要一開正常 大家都要小心 坐飛機 機師也好 飛機也好 就算那班引擎也好 即是弄飛機那班 太久沒動了 你現在突然間 所有東西來得這麼急 這麼急 可能會有掉漏 這些要小心一點 幸好慶幸這次就沒事了 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喂 真的 看來 越來越濃烈 味道 什麼事? 有人說 兩旺形勢很嚴重 想不到 南北韓才來了 現在 恐怖在 平行時空 有個朋友 昨天才飛去韓國玩 神經病 對 有人飛機 亂飛機 亂飛機 他今次是玩船射擊 哦 船射擊 兩旁都說 互相踩了界 嗯 你又說我過界 不是 你又說他過界 兩旁都說大家互相過界 互相開炮 嗯 喂 來了 殺到來了 那怎麼辦 可以怎麼辦 我們都不知道 可以怎麼辦 你不知道 我不懂這些 那些人經常吹 經常猜兩岸什麼時候會打 但是現在看來南北韓先來了 哇 算是烏鵝之後 想不到 南北韓首先跑出 究竟情況是怎樣 一會兒跟大家研究一下 各有各的問題 南北韓 中國台灣 俄羅斯 烏克蘭 都是這樣 是啊 你看到全球很多地方 你不妥我 我不妥你 但那些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其實是一個炸彈 一個時間的炸彈 是啊 有人長治久安 有人也是這樣說的 哎呀 這個世界哪有永遠的和平啊 來來去到一個位置上又會和平 然後轉過頭又會四分五裂 地球就是這樣 你看歷史就是這樣 是不是人類 會到一個時間到 就會突然出現這些問題呢 不知道 但是 看來現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 不會讓你圓得到 為什麼呢 看到俄羅斯國防部長 就說 很擔心烏克蘭會用一隻彈 叫康莊彈 康莊彈是什麼呢 涉及一些輻射彈 即是輻射的導彈 炸彈 有些放射性的彈 這些毀滅性 有些奇怪怪的武器 那 那 烏克蘭 還有這些東西嗎 不是一早就沒有了 什麼 核武啊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都沒有武器 那些武器全部都是西方國家給他的 咦 這個說法 會不會想先佛制人 隨便找一個說法 讓自己又可以再用一些強大的武器 我們真的不知道了 但是大家也會關注這件事 另外 說一下英國首相現在選的那一部分 之前估計約翰遜會不會回來 立即Bling Brang選過呢 咦 他說不了 勉勉 不要找我了 嘩 如果英國有洛非 就不了 撕了票 撕了票 他說不玩了 那樣 應該嗎 也是的 剛剛才被你逼完工下去 現在又走上去 正所謂不夠一次再死多一次 正所謂笨賊也是一次 當然 好了 這些事情真的不要再來 留給你 留給你 我們先看 他也有100萬 什麼他? 他有 他拿到他想要的東西了 其實 老實說 現在這樣 懶賊子 我上去 就是叫我死 你當我是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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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約翰 看看印度神童 教你怎麼搞 印度神童 報紙也好 媒體 看到印度神童 再更新 紛紛 用久休復出這四個字 說 他接下來有四大語言 四大金剛 全球將會有四大變 巨變 未來二十年 將會出現這個危機 那究竟怎麼辦呢 印度神童 最新語言這樣說 他說 地球每四百年 是一個巨大的週期 按道理去算 他說 一過四百年 社會 經濟 地緣政治 自然環境 都會大改變 他說 2020年開始 就是剛剛新的四百年開始 所以他說 你會看到地球 為什麼突然會有些古靈 精怪 前所未見 或者這麼久沒有見過的東西 疫情擴散 世界在這裡 你打我我打你 這件事 又是新一個四百年周期的開始 他 印度神童 這次帶給大家的訊息就是 首先要關注天氣變化 世界自然的環境改變 你看到2020年有疫情 2021年有什麼 洪水 他說 2021年7月 德國洪水帶走了二百人的生命 2020年的今年出現什麼 寒災 你看到每一年有一個旋律 他說地球有一個旋律 今年是大水之年 明年是大旱之年 今年可能是大熱 即是很熱的天氣 明年可能是明日之後 哇 這樣就糟糕了 多穿衣服 兄弟 多穿衣服 很冷 可能很冷 因為他每一年有一個旋律 而每一年的旋律和明年 那樣是一個相反 絕對相反 對 他說你好像 全球 世界其中一個糧食眾鎮 加州 都極度乾旱 這件事對全球人類的糧食 產生很大的影響 大家沒有飯吃 他說 未來人類的二十年 將會是人類糧食安全最嚴峻的年份 而2040年還有十八年 十八年 會將會迎來下一個 木星和土星大相合 影響將會去到高峰頂峰尖端 而糧食安全將會是最受到最強烈的影響 他用一個叫羅喉和火星相 一個星相去解釋 火星就叫灼熱的行星 羅喉就是叫空星 所以這兩件事交起來 就變成火燒地球 用一個負面的方式去影響熱乾旱 這樣 用一個現象去解釋出來 今年 好了 接著 他說 除了講星相的問題 人類一早已經埋下了伏線 什麼叫伏線呢 遲早人類都沒有一些好東西吃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們亂用農藥 可能在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開始 農藥不斷加密的東西 不斷污染土地 破壞了一個純正乾淨的土地 他說 接下來 大自然將會引發一個叫做綠色革命 大自然回歸社會 挺好的 回歸大自然 是啊 他說 如果你這個時候不再愛惜大自然 不停下來 再怎樣去 撒爛些疫苗 倒掉它 污染地球 沒錯 是 到時候 不知道你怎麼做 污染地球 是啊 到時候不是綠色革命 是黑綠色革命 何謂黑呢 黑色就是地上污染了 哦 OK 綠色代表大自然 污染了 那就是蜘蛛合黑色版 啊 這樣 我想不到為什麼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既然這樣說 我唯有認同 哈哈 好了 印度神同這樣說 他說 人類必須意識到 食物來源對生活的重要性 他教你兩手準備 既然說到十八年後 不會是一條好漢 是將會人類糧食大災難最尖端的問題 因為由這一刻開始 危機的糧食問題 只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他建議每個人都要做好準備 怎樣 怎樣 自己學種菜 自給自足 哈哈 因為何國榮已經在做這件事 一早在做了 在做這件事 是吧 他說這件事才可以 避免 大家免受 就算下一代也好 免受這個糧食 地球去回饋這件事 對大家的影響 哇 印度神同這樣說 天災橫禍 維持住 可以怎樣呢 自己種菜 現在什麼時候種得到老呢 未來這二十年 將會是人類的糧食危機 你信不信呢 我就不要說不信 不到你不信 不過你看到 我覺得不要說看這十幾二十年 你只是看你旁邊的南北韓在互炮 不是又行咀炮 不斷開炮 打仗 想怎樣呢 就是看你和諧的日子 真是過去了 人 就好像 看到圓圓的人郎 每個國家都在叫 做什麼事 太久了 坐得太舒服了 找些東西搞 你看到金仔 好像想玩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究竟是南韓還是北韓 南韓軍方表示 一艘北韓雙船在當日凌晨 即是今天凌晨 在朝鮮半島西部海域 懷疑踩過街 南韓軍方馬上開炮事件 北韓就說 南韓有軍艦踩過街 於是我就發炮 真是公說公有你 婆說婆有你 大家都說 我開炮都是出於你過界 那這次究竟是哪個街 踩過街我不知道 南韓總聯合參謀部就說 由於這艘船踩過街 南韓軍方發出警告 開槍之後 這艘船隻就回到北韓水域 覺得這艘船踩過街 屬於侵犯行為 但是北韓就馬上回應 就說你這艘軍艦 踩過街 於是我們的軍隊就連射十炮 回應 這樣 所以 沒有的 沒有所謂 一定會說自己對 自己開炮一定是對的 這個世界總會找一個藉口 但是你看到現在的挑釁味 越來越濃 哎呀 真的 我們中國的背脊 旁邊 你看到現在 哎呀 很難和諧 當然 也是的 你看到烏和局勢那邊 也是的 就說用康莊彈 簡直是 這個又是另一個出師有名的呢 因為俄羅斯國防部部長聲稱 烏克蘭計劃引爆 具放射性的康桑彈 英文叫dirty bomb 烏克蘭總統扎連斯基就說 你神經病 你是不是純粹想找一個藉口 又來搞我們呢 或者叫做 放一些根據 根據威脅性 根據危險性 對全球 有些毀滅性的炸彈 炮彈 這個說法 扎連斯基的回應 現在完全是荒謬的 這種說法 所以每個人 每個國家 都要打仗 只要他覺得自己說得通 就可以了 那些道理 好了 說完這些打仗的事之後 跟大家說一下 嗯 摔飛機 摔飛機 摔飛機下來 真麻煩 這次大家去旅行 也不能小心 也不是你控制飛機 你又不是機師 你只能在上面坐 大航空 一架編號KE631的空中巴士 A330客機 就在暴雨 嘗試三度降落菲律賓宿務機場 結果 失控 衝出跑道 機身受損嚴重 嘩 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當時就說 哇 在當時 全機人尖叫 當然是尖叫 你想想 你去旅行 剛剛好久 如果你坐在這班機上 你心裡會說 什麼 不是那麼邪 疫情我捱得過 一去旅行我就捱不過 難逃一劫 不用想這麼多 劇本要寫定 該死不用病 沒錯 但是這件事也很慶幸 飛機由於衝出跑道 機身沿重受損 但是機上176個機組和乘客人員 沒有人受傷 本身這架飛機在10時12分 嘗試第一次降落 但是因為天氣惡劣被迫放棄 到26分鐘底再嘗試第二次降落 但是因為超越了跑道 飛過龍 下不了 放棄 在機場盆船了30分鐘之後 你想想 其實你在機上那些乘客 都很擔心 其實你感覺到飛機想降落 那種橫切的氣流 大雨 Land那一刻 其實對機師也很高技術 但是下不了兩次的心想 很嚴重 可能你的飛機上 嚴重了 嚴重了 好了 於是11點8分 嘗試第三次降落 結果衝出跑道 就看到了 飛機損毀嚴重 機門的緊急逃生門都展開了 慶幸 慶幸 沒有人真的有重傷 當時有目擊者聽到巨響 有乘客馬上下機 也聽到尖叫聲 幸好沒有人受損 除了飛機 炒出跑道之外 俄軍有一部戰機 第一宗 一個星期有第二次 失事 飛機失事 咦? 俄軍的戰機安全 都認勝二 嗯 這次不是蘇三十四 是蘇三十 又是炒到民居 兩名飛行員喪生 非常之重要 看到俄羅斯的飛機 不知道是不是日久失收 太久沒有維護 為何會用物質炒 你只是訓練 你不是用來實戰 真是令人憂慮 那些飛行員也是無辜的 沒有人想的 好了 說完打仗的事 我們說說其他事情 什麼事呢? 約翰遜就高調宣佈了 我不會割逐這個保守黨黨魁 換句話說 推出的了 當然是 這場爛灘子人說 約翰遜承低下來 給了卓惟斯 卓惟斯自己在一個不適合的時候 說一些不適合的政策 導致他自己又要鞠躬下台 約翰遜會不會回來 撿這場爛灘子呢? 當然不會 有人就覺得 這次新衛城 將會在極大可能的情況下 成為下任 英國首相了 而這次 約翰遜本身 已經獲得 59個保守黨議員公開支持 但是說到 要割逐這個保守黨黨魁 必須要100名黨友 國會議員支持的 但是這次說到約翰遜 他自己出來說 我本身已經齊齊提名 但是這本身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所以我宣佈退選 有他們搞 這些爛灘子 有人就說 英國現在是前所未見的政局混亂 約翰遜 約翰遜 他自己退出國族競選 新衛城 覺得極大可能 外界覺得極大可能 在英鎊馬上急升 會不會是一個利好的消息呢 沒有的 那些人在炒消息 這個消息很好的 看看 即管上場之後 看看好不好 或者帶給英國方面 經濟是怎樣的 老實的 英國經濟相當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英國第二季的數據 出現一個非常驚人的恐怖數據 破紀錄 英國傳媒披露了 因為受到烏鵝之戰 能源危機 他們英國第二季 超過200萬戶家庭 破電費 欠交電費 不交電費 200萬戶交不起電費 數字飆升 簡直是破了他們的紀錄 恐怖了 根據英國能源監管機構統計 在六月底 英國已經有超過 234萬戶家庭 沒有交電費 超過185萬戶 沒有交煤氣費 這兩個數字 短短三個月內 增長大約四分之一 也在2020年底 增幅超過三分之二 真是恐怖了 現在告訴你 英國有很多家庭 已經交不起能源 這些叫做電費費 煤氣費費 會不會令到他們破產呢 不會的 其實英國方面也要補他們的想法 好了 大家也要留意 什麼事呢 日本出現了一個叫做輻射水養魚 哇 他們拿些輻射水養魚 究竟行不行呢 我們看看究竟 這件事 會不會是安全呢 你信不信呢 日本是告訴你 很安全的 我們的輻射水可以喝下肚 是的 你放得到口 還不是喝下肚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最近向外界展示 用一些稀釋的核污染水養魚 證明他們把這些污水 排入大海是絕對安全的 另一方面 日本的團隊研究報告顯示 核電廠周圍地下水 可能含有可溶解鐵等金屬的核燃料 當中有的細菌 而核電廠裡面有金屬和油等混合而成的核廢料碎片 這些細菌可能導致燃料碎片提早腐蝕 這件事就是告訴你 他們為了你放心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將這些稀釋的核污染水養了新一批比目魚 同時間告訴你 正常水和核污染水 養下去這條魚絕對不會 眼睛會大一點 這條魚的身體不會大一點 希望令你放心 他健康而已 但我不敢放進口裡 那你養和吃是兩回事 印度神的預言告訴你 人前所未見過一些事情 接下來這十幾年後 將會有糧食危機 大自然將會做一場新的革命 去KO你的人 看來和這些事情有關 你這樣污染大自然 接下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看看日本方面 他們覺得怎樣 希望這樣可以搞得到 好了 說一下 有一宗什麼事呢 嘩 這些事情也是 非常恐怖 我說不敢玩 只有藝人敢玩 例如高空跳傘 玩什麼 高空跳傘 不玩 傻仔玩自己 對 有些人喜歡玩 喜歡玩自己 在美國有一個地方 發生一宗跳傘特技的意外 跳傘特技員在一場高中國 校製美式足球賽前表演 結果發生一宗恐怖的意外 一名55歲跳傘特技員 謝菲爾德 他非常豐富經驗的擁有 也說到非常熱愛這個項目 結果就在一眾觀眾目睹的情況下 他表演一個叫跳傘特技 發生嚴重意外 那個傘 懷疑呢 開不了 還是扭碰一塊 他在空中就失控 就... 一直跌 一直炒落地 尖叫聲 大家看到的 一聲整個人 散了 落地 最後這個特技員 因為懷疑散有問題 宋軟救治 就不致身亡 其實散一開不了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有後備散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事情都突然出現故障 導致特技表演跳傘 就變了空中飛人 這次真的 直擦無水花 這些意外的事情 經常都說沒有人想的 是吧 但是玩又不太好 如果有些人喜歡出去玩 這些空中跳傘 就說 意外的事情 你們經常都說沒得避 你不玩就沒事了 即是這一部分 什麼都不玩就沒事了 某程度上是 沒事的 隨便說一下 印度神童叫你 對地球好些 叫你自己中菜 接下來 他提供的預言 叫做九優復出 你又不知道你怎麼看 不說經濟 經濟嗎 不用看了 恒指半天都跌了九百幾點 成千點 真恐怖 這個世界真的 圓圓不絕 那麼 南韓北韓會不會再升溫呢 局勢看來會 玩到開炮 你看到韓國仔都不是野小的 不跟你說溫柔 兩邊都跟你說 來了了 埋牙就開炮 看看印度神童 預言 油會不會中 人類糧食危機 將會有多嚴重 好 今集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